上周是春节假期后港股通重新回归 全州北水淨流入超118亿元 助力恒指周升1.36%或333点 修报24906点 港股的低估值展现出吸引力 在美股和A股均表现不佳的情况下 恒指近期展现出不错的人性 上周医疗版快巨震 先有CXO龙头若名生物旗下上海 及毛石子公司被列入未核实清单UVL 恐慌情绪亦蔓延到其他CXO公司 后有信达生物PD1抑制製 迅迪利丹抗的美国上市申请预措 在总楼药物咨询委员会ODAC会议上 专家组24比1的投票结果 要求补充额外的国际临床试验 以提升数据对美国病患群体的适用性 ODAC会议中暴露的一系列细节 值得所有想要出海的中国制药企业警惕 ODAC讨论虽然没有对信迪利丹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提出质疑 但是若企在执行临床试验前 与美国FDA缺乏有效沟通事显移意 FDA专家组的主要论点 即是在临床入床前 美国已有用于一线非小细胞肺癌治疗的抗体药 Ketruder联合化疗组合得到了批准 如当时有展开沟通的话 FDA将就对照组和研究终点的选择提供适当的建议 例如把对照组改成以获批的更好标准疗法 以及将临床研究终点改为美方更认可的种生存期 OS 相对而言 药品价格因素不在FDA的考量范围之内 中国药企无法通过成本优势获得FDA的青睐 后续中国公司想要在PD一者让热门把点的已有获批适应正常再做申请 不得不要思考标准疗法的更新速度和临床设计难度 以及如何与FDA展开充分有效的沟通 道左且长 这次受挫将促使中国创新药企业更加聚焦源头创新 去解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去推进国际一线的新疗法 走向国际化 回看股票市场 市场多少有预期当前的局面 相关标的在此前就已经经历了较大幅度的回撤 区子落地板块或在近期有所反弹 拔帅认为 中国创新药企业在度过眼前的困难后 发展的远景仍值得期待 对于龙头公司和已有产品获批产生收入的头部企业 或以展现投资价值 这些公司可以利用资金优势 补充 调整管线布局和临床试验规划 将对出海再次发起冲击 传奇生物靶向BCMA的Cartelio发西达基奥伦赛 将在2月28日前接受FDA对其上市申请的审查 另有军实生物 白济神州 康芳生物中国生物制药 腾胜博药 和黄医药 亦凡医药等的国产新药 同样在冲刺FD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